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美牛創意食堂 我是Wendy 今天要為各位帶來的是 美國熱眼牛肉派 佐BBQ Sauce 我們今天使用的是美國熱眼 美國熱眼它的油花均勻 而且口感軟嫩 玉米是癢的 所以不會有草腥味喔 首先呢 那我們先將美國熱眼做醃製的動作 撒一些少許的鹽巴 以及胡椒 將兩面做醃製 現在我們牛肉已經靜置十分鐘囉 我們現在要來做煎牛肉的動作 把鍋燒開 然後我們倒入橄欖油 直接把牛肉放進來 像這種厚度的牛肉啊 它已經有做過退冰的處理了 每一面都是大概煎一分鐘左右就可以囉 煎的時候旁邊稍微看一下 金黃酥脆的色澤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就把它拿起來 放在盤子上 牛肉的部分一定要做回溫的動作 所以我們現在讓它靜止十分鐘的時間 剛剛今天剩下的油 然後來做我們醬汁的部分 今天要做的這個醬汁非常特別喔 在美國是一個非常有名的BBQ的醬汁 首先我們將洋蔥放入鍋中 洋蔥大概150克左右 變成褐色 焦糖風味出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加入我們的 西班牙綜合香料粉 李派林醋 以及我們的芥末醬 BBQ醬通常都會 加大量的番茄醬 添增它的風味 然後我們加蘋果醋 酸甜感更加的明顯 然後我們用小火煮差不多十分鐘就可以囉 之後我們就可以把它 裝在碟子裡面 接著醬汁煮好之後 我們要來做派皮的部分囉 我們先用麵粉大概100克 加上我們50克的奶油 2比1左右的比例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雞蛋打進來 桌上灑一點粉 放在桌上 擀開一點點 然後我們使用塔皮做一個塑形的動作 旁邊多餘的派皮做切掉 派皮用好之後 我們就要來處理我們的美國肋眼 我們把靜置好十分鐘的肋眼 拿出來 然後把它切成大丁 肋眼睛好之後它是非常juicy而且軟嫩的 牛肉切好之後我們要來開始做最後派皮的組合囉 首先先加一顆蛋 少許的鮮奶油 加一些蔬菜料 讓整個牛肉派營養更加均衡 放到我們派皮裡面 然後放上我們的牛肉 然後散上起司 組合好之後我們以210度烤10分鐘就可以完成了 烤完之後我們的美國肋眼牛肉派佐巴皮酥sauce就完成囉